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参观位于赫尔辛基以北图苏拉湖畔的西贝柳斯故居博物馆 在芬兰总统夫人豪吉欧和博物馆馆长汉内塞尔科卡丽女士陪同下 彭丽媛参观了博物馆内陈设及艺术品 听取了馆长关于西贝柳斯故居概况的介绍 欣赏了芬兰钢琴家格雷斯贝克演奏西贝柳斯代表作 彭丽媛表示西贝柳斯的作品是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 也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中芬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基础牢固潜力巨大 西贝柳斯是芬兰著名作曲家 欧洲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晚期重要代表 故居在1974年被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当地时间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赫尔辛基参观芬兰设计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时 芬兰总统夫人豪吉欧和博物馆馆长在博物馆内迎接 彭丽媛来到博物馆一层大厅 听取馆长介绍芬兰设计特点和博物馆概况 随后彭丽媛参观了乌托邦芬兰设计故事和芬兰百建设计代表作品主题展 他详细听取讲解 了解展品设计理念特点 彭丽媛表示 中芬设计领域交流合作是中芬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很大发展潜力 双方可以进一步探索新的合作机遇 芬兰设计博物馆建于1873年 藏品包括芬兰知名工业服装平面设计作品 是世界上早期有关视觉设计的博物馆之一 是世界上早期的博物馆建于1973年